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如說我今天是一個企業老闆 或是我是一個HR的人資 那我怎麼去規劃員工的工時這件事情呢? 好! 請海外老師來告訴我們怎麼排休呢? 接下來國王課上完再上數學課 數學課上完我們現在再上 大家如果只要上課 大家最喜歡的叫實作課 在最後來教各位怎樣上實作課 好!各位看一下 還是一樣兩個禮拜的頒表看一下 我還是以正常的週休日日公司先講 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大家要記得一個原則 地假日跟休息日還有國定假日 一定要記得一個原則 這個其實是一個陳欣業律師教的 第二先例後休在國家 也就是說你每個禮拜 你一定要先訂一件事情 什麼? 立假日 你要先把立假日先訂下來 為什麼? 立假日好聽叫定海神針 難聽叫神主牌 為什麼? 因為勞檢第一件事就是先來檢查 你的立假日到底有沒有確定 原則上我要先講 我希望各位的立假日訂下去之後 除非你是輪班值的喊產業 比如說健身房 否則我希望立假日都維持 能維持在同一天最好就維持在同一天 好不好? 這是第一件事 接下來是什麼? 再來排所謂的休息日 再排休息日 休息日其實有一種方 有人在講說這個叫什麼日? 阻斷日 沒有錯為什麼? 因為其實呢 我們的勞基法裡面有規範 工作不得連續超過幾天? 六天 工作不得連續超過六天 所以基本上你中間一定 立假日 每個立假日的範圍是一定要卡一天的什麼 休息日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範標 好不好? 那最後是國家 為什麼是國家? 因為我先講 很多公司都會跟我說 老師應該是這樣講啊 我立假日 我可能沒有休息日 但是我中間可能員工已經修了特休 或是國定假日 所以這樣符合一立一休嗎? 我先跟各位講啊 千萬不要有這種概念喔 立假日跟休息日是法律賦予強制的權利 但是特休跟特休是什麼? 員工得自己申請 所以我要先講 國定假日跟特休日 千萬不能拿來跟休息日做比較 當作阻斷日動 你如果這麼做的話 我跟你講勞檢一看鐵定被罰 而且現在勞檢機關一看就是先看 先看你的初期紀錄 所以他很容易可以去辨別 你的立假日到底是哪一天 所以各位 立假日跟休息 先立後休再國家 這個順序一定要記得 千萬不要拿國定假日去卡在中間 你這樣子一定會違法 OK 好 所以其實剛剛還會特別告訴大家 如何安排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立假日 一定要先安排好 沒有錯 然後像我是有變形公時的話 所以我的休息日可以不休是沒關係的 所以先立再休 然後再做 最後是國定假日 後國假 這個順序一定要記得 所以它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順序